台北市自从推出市民单车以来受到市民大众好评 不但逐年扩充站点与车辆次 U-Bike也成了行销台北城市观光的最佳工具 如今交通局更趁省追击 将推出电动机车政策 并且计划于明年首先在新一区事半推行 U-Moto的想法其实跟U-Bike是很相近 那U-Moto其实是用共享电动机车的方式来做处理 那既然是机车 那表示使用者在使用U-Moto之前 必须要先有这个机车的驾照 那你也必须取得驾照之后才可以来做一个租借 那当然以目前来讲的话 我想在整个这种共享的车辆技术来讲的话 我想国内的厂商也有一定的技术 那我想未来我们会选择一个行政区 来做一个这样的推动跟事办 交通局表示 之所以推行电动机车政策 就是希望以共享运据的概念 由政府来带动推行 一来改善停车不足的问题 二来扶植产业创造新的服务形态 目前来讲的话 如果以新议计划区来看 其实它的机车大部分都是停在整个路外的停车场 路边是没有提放机车的 那所以以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会先以这个公共的停车场作为优先的考量 我想如果是以国外游客来讲的话 会牵扯到他可能必须要有机车的这个国际驾照的问题 那我想涉及到这个驾照的问题 我想我们会跟公共总局来做进一步的讨论 那针对这个外国人借车的这样子的问题来怎么克服 交通局强调 由于租借电动机车受限交通法规 租借人士必须具备驾照还有带安全帽 至于外来观光客的租借问题也将进行研拟 初步计划在监理站设置专区 提供换照与考照的服务 记者刘德宇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